大家好 今天是2月1日 星期三是2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股市经过两天急跌后 今日好像有少少固定的势头 但情况仍然不明 先看看指数 恒指早市先轻轻高在78点到21,920点 之后有少少拉升效应 一度见过21,961点 但没有法子再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比较保守 之后在一阵沽压涌现下 市况一度反复而低见21,703点 这刻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轻轻跌了139点 而大部分时间指数都在21,800左右 进行一个拉脚 先看看技术上的表现 值得留意 十天线现在已经升到21,965点 换句话来说 市就算断定也好 始终都轻轻走在十天平均移动线之下 说情况来说 就不是太理想 不过相对十天线来说 距离现时只有80点 稍微有少少急步上 已经可以回到十天线流上 我就当你整固等变的格局 但形态上就略为有少少不理想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了 因为指数如果一路稳收在十天线流上 技术上就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形态是属于一个浴士顶的格局 相反来说如果反复在十天线之下 最低限度代表大市已经漸漸摆脱了 不断向上沉顶的形态 那一刻来说就要计数了 经过十二个月的上升 累积的升幅由14,597到22,700点 升了8,103点 需要调整多少 或者需要有多深的回吐 其实来说真的比较难测 但是一般来说先在移动线 指数如果仍然反复在十天线流下 一旦有沽压涌现 是进一步会下市到二十天线 大概在21,491点 这个逢守性的性质很重要 因为一旦二十天线有失 下一道技术上的支持 就要退守到250天线 大概在20224点 为何一直强调这一点 因为经过8,103点的上升 如果市场进行一个高台的消化和整固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这个消化和整固 会不会漸漸发展成一个调整市 这就真是难说了 如果不会的话 就会持续高台整固 总之在十天线上摆树上 又摆树下 一直拉拉巨巨 严格来说是属于整固等变的格局 但属于一个高台的整固 一旦跌离了十天线 甚至跌穿着二十天线 市便会进入一个中级急升后 一个正常的调整 那调整多少呢 大家都不知道 但市场一般估计 都用传统的测试方法 调整0.382是多少 或者调整三分一是多少 但在移动线方面 先行看就是一条250天线的支持 由于今天是二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今个月的形态暂时未出 我们要看到几个交易天 看看指数最终突破21,961 或者进一步跌穿21,703 才得知月份市况 是初步呈现一个先低还是先高 但我总是觉得经过三个月 连续先低后高之后 二月份如果再要维持这个势头 月初是必一定先见低位 就较为理想了 星子有着衍生公告 跟大家分享 今天讲的是三百八的颗论 一二三六三 行使价是470元2毫 到期日是今年的7月 实际杠杠杆大概是8.3倍 三百八港交所如果是345元 一二三六三这颗颗论 若不在六千二座 假设广交所股价能升上375元 一二三六三这颗颗论 应该见到一毫一千五 即潜着的升幅大概是85.5% 反过来 如果广交所股价受压 例如再低见335元 一二三六三这颗颗论 也会跌到四线三 前逐的跌幅大概是30.6% 相关资料是由升展提供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一二三六三这颗颗论 的街货和条款是怎样的 最好记住升展网站 便会看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一两个颗颗论 是有点准备 不过 那一颗颗论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的 有点准备 我们不在乎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